大家好我是林老师 很多小姐妹啊 问说要怎么样才可以拿到两张 在美国公立学校可以教书的执照 那基本上呢 我自己有中文执照跟特教的执照 那当初怎么会踏上教育界的呢 其实在台湾我也不是主修教育 而是在念大学的时候呢 那时候想加入吉他社嘛 然后爸爸就认为说 女孩子玩什么吉他 然后就不给买了 那时候呢 到了家乐府啊 一些大卖场啊 就去问 那时候问到最高的行情是一个小时八十九块 那我就想想 哇一把新的吉他一千五 八十九块我要赚多久啊 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些学姐长 甚至有家里是开补习班的学妹就说啊 那学姐你可以试试去教美语嘛 因为那时候 啊 儿童美语才刚开始 所以很多补习班 其实找不到老师很大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 啊 他们想要找的是兼职的老师 比如说三六啊 教个两个小时啊 然后一四二五啊 啊 教个两个小时啊 那这样子的老师都是给时薪的嘛 然后自己当初也没什么经验 所以就去参加很多的私讯 那时候的私讯呢 一个小时都有到三百块 只要你愿意去私讯 有些补习班甚至还给你到四百五十块的私讯费 然后私讯过后如果补习班喜欢你就会当场跟你签约 但是我也有同学呢 到一家 动物的补习班 就是脖子很长的那一家 跟他说他们没有私讯 如果说同学要拿到 啊 教学执照的话呢 只能在那家补习班教的教学执照 要付台币一万二 那时候我就觉得哇 真的是每一家补习班 给的行情有差就算了 啊 给老师的私讯 有的竟然还要自己先缴费 所以那时候也是误打误撞嘛 其实 在参加很多私讯之后也被刷掉啦 直到最后一家呢 其实那补习班的老板就酷酷酱很明白 这一班是泛老板 已经赶走五六位老师了 如果你有办法呢 让他们对学梅语有兴趣的话 我们就雇用你 好 一走进去呢 小朋友拿刀子就拿刀子啦 想要跟我丢石头就丢石头啦 那时候其实我就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我一进去就先讲很明白 我说只要在班上呢 这个教室 你敢拿出来的东西 我看得到就算是我的 反正是这样经过一番折磨之后 我就正式被录取啦 然后 就这样从大二教到大师毕业 也存了一笔钱 那时候就想说到国外去拿一个硕士嘛 那种不能永远就是在那边兼职教梅语 当然是希望有一天有自己的学校 或者是甚至补习班这样子 那时候呢 跟英国的大学联络 要念硕士的话呢 最少要两年 他们的建议是三年 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觉得只有一年的话 学不到东西 而且最主要是你对英国文化 根本无法有一个比较适当的了解 因为时间太短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两三年呢 我存的钱可能不够 两三年这么久 点多就是一年就花光了 那时候就跟美国的大学联络 结果还蛮多家的 有提供一年就把硕士修完 而他们的原因也是很简单 他说你要一年修完 九个月修完 五六年修完 都看你自己 基本上就是33个学分 你要一年修完 九个月修完 随便你要怎么拿 你有办法把33个学分修完 然后通过论文的考试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评鉴 然后你就可能拿到你的硕士 那我听到这样 我当然就学美国啦 所以我就来美国了 那时候呢 春季夏季秋季 三个学期 我把硕士拿下来 很简单 也很容易的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硕士班 美国的硕士班 通常都开在傍晚 就是五点到八点 类似这样子 一二三四五 五天 每一天就算三个学分 这样一个学期就15个学分了 夏天嘛 暑假的时候 没什么人在拿课 所以我也只拿三个学分 然后秋季的时候 一二三四五 五天乘以三个学分 又是四五个学分 所以就这样 把硕士拿下来 但是 那时候念硕士呢 跟现在有点不一样 那时候你念完33个学分 你还要写一篇论文 然后教授呢 会把它集合起来 用类似有点 你要念给全班的同学听 然后大家投票 看认不认证 你的论文的论点 所以呢 我有学姐 他们就念了一年半 甚至有一位很严重 念了五年 他怎么写的论文呢 班上同学就是不过 然后教授也不认同 所以就看个人 怎么样去计划 怎么念硕士 好 那时候呢 念了一年回台湾嘛 没想到就回 本来是没有打算回来美国 结果前夫就求婚嘛 所以我就回来美国了 那时候回来美国之后呢 想说啊有硕士嘛 难道会很难找到教职工作啊 没想到 我住地方很乡下 什么补习班啊 什么公车啊 根本什么都没有啊 就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然后同学那时候我就跟学校联络 说看可不可以推荐我去哪里有教教学的工作 然后学校就说在美国 其实你要到公立学校教书 就是很简单也很legally 就是政府规定的 你就是要有一个美国教育部颁发的教学执照 所以那时候呢 就是第一个学分工程 我就把修过的学分拿去个学校看 看看需要补哪些学分 那时候我一直在考虑我到底要教 什么我想说教英文 英文是美国人的母语嘛 你怎么骗人过人家 数学 自己数学不是很厉害 加上很多专业名词也不是很懂 教自然科学那更不用说了 反正后来想一想 我觉得我自己最有资格跟美国人竞争的 就是教特教 好 学分工程之后呢 教育部也看过之后呢 你一定要找教育部认可的大学哦 因为有很多野鸡学校 甚至很多网路上的课程 是不被教育部认证的 也不被他们承认 如果你在那边拿学分的话 教育部会不承认 那这张执照的学分 你就补不上了 所以你补到学分之后呢 那时候我跟我毕业那所学校 联络的原因是因为我跟其他学校联络过了 有些学校跟我说 虽然我在美国有收视学历啦 但是英文毕竟是我的第二语言嘛 所以他们要我英文从啦 那这就不可能 因为是一笔钱 然后还跟我讲说 你们亚洲人数学都很好 所以你数学不用从啦 但是你要考试 如果你考试考过的话呢 那你就不用从啦 考没过你就从啦 后来我跟很多家大学联络之后 我还是选了我自己毕业那所学校 因为他跟我说 因为我本来就不是 在台湾就不是念教育系的 我是忽然间跳到硕士才念教育系的学分 所以呢 那时候我因为赶紫要一年念完嘛 所以我这一堂课 是在我的教育部认证大学里面的补学分 因为我要教特教嘛 那个是唯一被承认就是心理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 所以我其他30个学分 也是合格的学分 但是在我要念的特教的学分的要求下 那30个可能有很多是 比如说教美术老师需要的学分啊 有些是教国小的老师需要的学分啊 但是在特教可以被承认就只有一个 所以学校跟我说 那我就是要补33个学分 扣掉那三个 那补66个学分 扣掉那三个呢 就是要补63个学分 好 那63个学分补完之后呢 你要做学生教学嘛 那时候我已经把学分修完了 然后学生教学是63个学分里面的 其中的15个学分 是学生教学的学分 我做我旁边的同学呢 他已经学生教学两次了 都没有过 意思就是说 他已经假如15个学分哦 乘以两次被刷掉嘛 所以假如30个学分 一个学分450块 他已经教了两次 他这一次已经是第三次了 那时候我就想说死人了吗 怎么会教学学生教学会这么恐怖 竟然老美他自己都过不了 好 那没关系 学生教学那时候我已经学分修完了嘛 15个学分学生教学我还没去拿手 然后教授都说你有时间的话 周历考试一定要忙去考 为什么 因为周历考试那时候我考特教的 PLT嘛 就是他们说repractice 2 PLT呢 PLT是不管你教哪一个学科都要考的 叫做principle of learning and teaching 那时候因为我准备要考特教 然后特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年级 那我就选最简单 我选K to 3 就是kindergarten到三年级 然后考PLT 教授跟我们讲的很明白呢 他说PLT其实就是你这几年学的 跟教育有关的一些尝试喔 但是你为什么很多人会不过呢 是因为在ASA这一关 ASA很多人会觉得 就是要写认识有点小生论嘛 他们会写的漏漏等这样子 然后文法错啦 拼字错啦 斗点啦 句号都忘了 然后capital 第一个字要那个大写也都没有大写 好这就开始扣分了 所以那时候教授讲说 你考PLT很少人是不过 但是有不过的同学呢 基本上就是在ASA那个部分被扣分 扣太多 所以你写生论题的时候 单字不要偏错 文法不要搞错的 句点斗点那些小细节 因为小细节它开始扣分 它根本不管你的论点啊 或者是你的idea有多好 基本上你这小地方被扣分的话 就被扣光了 好 那这个根本就没有读啊 直接去考就过了 然后我被当掉了 我考了三次就是PRAXIS II的 SPACIAL A的考试 为什么 因为教授说也是跟大家讲很明白 所以我旁边那个女同学 他已经考了三次三次都没过 教授说如果你真的要考试的话 你就一定要今年要考过 因为那时候就是可以有八次 一年可以考八次嘛 你如果今年不考的话 明年的法令又改了 你教其他的学科法令都不会改哦 但是因为特教是一个比较特殊教育的孩子 所以他们法令一直在改 如果你今年没有考过 你明年再去考的时候 你就发现考题怎么又不一样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一年 我就连续给他考了三次 第三次我才考过我的PRAXIS II的 特殊教育的专业考试 好 你考过这些事之后呢 你当然就是要缴费啦 然后跟教育部申请执照 那那时候呢 我不是考试考过了吗 学分也补齐啦 学生教学还没有做嘛 我想说哇 我有三个孩子耶 然后15个学分乘以450块 因为那时候我念的时候是450元 一个学分 15个学分乘以450块 乘以小朋友三个月的daycare 或者是baby sitter的费用 这是一笔很大的钱 所以我学生教学 基本上我就一直在拖 因为那时候我手上也没那么多现金 结果呢 教授又跟我们讲 你在美国如果没有去面试过的经验 在公立学校面试过的经验的话 想办法让自己去面试 不管你履历上写什么 反正你就是要写的一幅 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执照 你就写的一幅当学校想要面试你 为什么 因为你要经验 他说 教授说 第一次面试就给我被录取的老师很少 通常都是面试的三十次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学校那些雇用你的人啊 校长啊 superintendents啊 或者是HR的人 问你哪些问题 总之就是鼓励我们去练 好那我就去练啊 那问题是我在美国没有执照 他们怎么会想要让我有面试的机会呢 所以那时候我找什么 我找有在雇用intervention specialist 也就是所谓的特殊教育的这个职位 第二个我就给他找 只要是找Chinese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中文是我的母语嘛 他们就算觉得我还没有执照 但是看到我是华人 中文的背景 可能也会想给我面试一下 其实我没有说一定要找到一份工作 我只是想要去面试这样子的机会 去看看真正的面试是什么样的状况 好那我就去啦 结果有一个学校真的打电话来 special aid intervention specialist 这个职位没有一个学校打电话给我 但是有一个学校打电话给我 是要我去应征中文老师的 那我就想说啊机会啦 因为我想去看看嘛 好我就去了 结果那个有三位考官 他跟我讲的很明白 他说他们已经面试过五位老师了 都是华人 也都是由美国教育部颁发的执照 但是五位他们都不要 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都答非所问 他说目前呢 我是唯一来面试的华人老师里面 会讲英文的 哇那时候其实我有点震惊到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的更明白 就是说答非所问就算了 然后有其中有两位老师他们的教学 让他们觉得很悲观很悲哀 然后一片很阴沉沉的感觉 所以他们本来想要跟高中部讲说 就不要有中文系 让学生就不要有中文 让学生去选修这样子 所以我那时候的出现就是他们最后一个 他们觉得如果这个老师也不行 就跟高中讲说就不要开中文这个课了 结果呢在第一轮面试过后 他们问我一个问题 然后全部人都很满意就问我说 我个人觉得呢 美国的孩子跟亚裔的孩子差距差在 最大差在哪里 其实我就觉得 美国小孩子比较没大没小 然后三个考官完全认同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说 如果他们雇用我当中文老师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把亚洲的那个类似孔子思想 怎么样尊师中导这一个代道教学里面 那我就跟他讲的很简单嘛 然后他们三个都认可 他们就说因为面试要三轮嘛 然后他们就希望我下一轮来 结果后来面试要结束的时候 突然一位考官他就说 欸可是你怎么没有执照啊 我说对啊我没有执照啊 我是本来就是想要来练练胆这样子 结果考官就说那没关系 那我们会请superintendant帮您签名 叫做aternity license 然后有些州呢叫做emergency license 意思就是说 希望你在两年内啊 把需要补的学分啊 需要补的学分嘛 学生教学啊 周历考试这些都弄完的话呢 你的aternity license 两年后就会正式转为正式的license 那这个aternity license呢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一个很大的背景支持呢 就是superintendant要愿意帮你签名 superintendant就是管你校长的 比如说你们家学区呢 有小学部中学部啊那些 他们谁来管校长 就是superintendant在管他们的 然后考官就跟我讲说 我们真的很喜欢你 那我们会帮你去跟superintendant 申请这个aternity license 好 那aternity license 申请过后呢 但是你教中文嘛 我的PLT就是不管你教任何学科 都要考PLT嘛 那我的practice practice2的中文的考试怎么办 然后那考官就跟我讲说 目前呢 因为我在欧海洋 他说目前欧海洋 并没有practice2的中文的考试 但是纽约有 那我不可能飞到纽约去考嘛 所以我们就跟纽约那边的 考试的联络之后 他就说听与说是一个考试 读与写是另外一个考试 好 听说的话呢 我必须要找一个就是管理阶层的人 比如说校长 比如说主任 然后来帮我监考 那时候呢 我就是到我们家小朋友念的国小部 去问校长 他说为什么我要帮你 诶 我就说没有为什么 因为我小朋友在这个学区啊 然后离我家很近啊 然后校长说不要 好 那没关系 我就打电话高中部 高中部校长说 蛤 真的吗 你要来 你要请我帮你兼考 他说好 你来啊 然后我就去 然后我就把 就是跟纽约那边申请好的资料呢 拿给校长 校长就马上打开打电话给 在纽约的那个考的听与说的人 然后校长就跟我说 我的秘书已经帮你把电话打通了 然后你现在必须进去我的办公室 但是我跟你讲 因为呢 我中文 我一点都不懂 说我不能帮你作弊 OK 然后他就把门关起来了 所以我就在办公室接那一通电话 然后那考官呢 你很容易就听出来他就是台湾人 因为他问你说 嗯 你在美国学特殊教育啊 那如果有一天你回台湾的话 你会怎么样把特殊教育这种 在美国的不一样的交法 带我去台湾 然后他还可以把台湾的地名都讲出来 所以我非常肯定他是一个台湾人 好 那读与学考什么呢 读跟学呢 他也是 警察那边也是寄快递过来 然后校长也是 在我的面前打开 然后他就说 你在我的办公室考 那我还是跟你讲老话 中文我一点都不懂 所以我不可能帮你作弊 然后他就说考就有时间限制嘛 他说时间到我再来帮你把门打开这样 所以他就把考卷放下来 那我就开始搞搞搞搞搞 时间到他真的来了 他就说时间到了哦 然后就把我考卷收起来 就放到信封里面呢 然后贴好之后 他在信封外面签名 然后跟我说一定要用快递寄回去 这样才表示我们都没有作弊 那不然考试中心呢 会否定掉我这次的考试 好 那我也忘了多久了 反正后来我都收到成绩单了 就说我的考试过了 所以呢在superintendents 帮我签alternative license 然后我的practice2的中文 又考过了 POT是我之前念特殊教育的时候 我就考过了嘛 然后基本上呢 教育部规定认证大学的学分呢 都你要补的学分都是大从小异的 然后那时候不中文的呢 我唯一要补的其实就是考试而已 因为我的大学里面啊 里面都有修一些中文啊 那些都算是合格的学分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拿到中文教学执照 其实有点误打误撞 那那时候呢 拿到中文教学执照之后呢 学生教学 因为全美的特殊教育老师的老师都大学 所以那时候Ohio呢 教育部就规定了 就翻布了一个新法令 所以只要你在Ohio有一张正式的教学执照 那你把所有的特殊教育的学分都补完之后 周历考试那些全部过哦 你可以跳过你的学生教学 所以那时候我本来就全部都念完了嘛 考试也全部都考过了 我就学生教学 因为那时候还没 那时候没钱没时间嘛 那学分真的太贵了 加上小朋友有三个 好 刚好教育部有颁发 学生教学直接跳过 所以就是这样 我拿到我的中文教学执照 P-12就是Preschool到High School的12年级 然后我的Intervention Specialist 就是特殊教育拿到K-12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 如果你有想要在美国当老师呢 现在美国老师大缺 所以你很难去决定说你要怎么样补学分啊 因为制度一改再改嘛 但是我可以跟你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当老师的话 老师钱是不多的 但是好处呢 大家也都知道寒暑假 小朋友上课你就上课 小朋友放假你就放假 然后你要趁着现在美国老师大缺的时候 尤其是美国现在很多学校哦 都开出很多优惠 他说只要你能够愿意啊 到某个学校去交 你的Student Loan 就全部 forgiveness 就是你的学生贷款呢 他就会帮你缴清 所以我其实我们小朋友的学校 来的两位新老师 他为什么来的原因呢 其实也就是因为他们的Student Loan Forgiveness 因为我们是比较 我们是住在乡下 然后你是要越偏 屁越乡下的地方去交话 你的Student Loan Forgiveness呢 就越容易被承认 所以如果你对在美国教学有兴趣的话 不妨到你附近的大学啊 学费不要太贵的啊 然后不要否认或者是否定一些 你已经修过的学分的话 你可以读方去比较 除了比学分 除了比可以被承认的学分 还有比学校给你的Bonus 因为像我那时候 我不是没有中文执照吗 但是Superintendant帮我签Aternative License 我的学生教学直接跳过 要不然跟你讲真的 连老美的学生啊 的学生教学都被刷下来 我很难确定 我是不是也会被刷下来 而且刷下来的原因 也很难说 好 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